我们在这里面 今天我再讲一个 一部分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多一点时间祷告 讲什么呢 就讲啊 这个米甲 米甲是谁呢 是扫罗的女儿 米甲 扫罗的女儿是谁呢 是公主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好多人呢 我们就想有一个好的出身 对不对 我们常常想为啥 我爹不是当官的呢 我爹不是有钱的 为啥我不是官二代 为啥我不是富二代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你看一个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悲惨人生 米甲 要讲钱 不会少 因为扫罗是一个大户人家 扫罗是个大户人家 那后来他作王以后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中国中国下讲 三年轻支付十万许花银 就是你不当官啊 你不知道当了官 这就有人给你送你 那天 谁给我讲了 他说这来美国不爽 他说在在中国过年 从来不用买东西 你知道吧 那过年大家都给你送吧 都给你送 所以今天扫罗绝对是有钱的 那你想想还有一件事 整个以色列只有两个人有武器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武器嘛 一个是扫罗 一个是尔子迪拉丹 对不对 所以那那这个东西都花钱买的呀 没钱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这个米甲 他爸爸是绝对是富甲一方了 那另外呢 人家又有权利 是当时以色列的王 又是第一个王 所以从哪个角度讲 这个米甲又是官二代 又是富二代 然后呢 米甲应该是属于现在这种 自己想要啥就能得到啥的 想要啥就能得到啥的 有一次啊 我跟这个威贵谈车 我说我买车 我就买低配 威贵很淡定的说 买车还得买高配 高配性能就是好 我也不知道 没开过高配的呀 后来有机会开了这个 他的车发现啊 高配真的就是好 同样是塞纳 我踩脚刹车 还能出了去20米去 他那个踩脚刹车 站住了啊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个就是差距 所以今天你呢 就不敢看见那个男的太好 你就不敢喜欢一下 因为你觉得怎么样 你不配 你不配 但是呢 这个米甲如果 米甲如果看到一个好的男的 他会怎么样 他会说 我想跟他谈朋友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讲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讲 这个人生啊 不如意就是如意 太如意 反而不如意 所以今天 以色列好小伙多不多呀 肯定不能少嘛 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正在上升期嘛 对不对 你想那些啥都不是的跟着大魏 现在都跟都成了大将军 大元帅了 那你想跟着他爹那些人 更是都是江湖好汉 但是呢 这个米甲就看好谁了 就看好大魏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教会有一些 有些姐妹为啥没结婚呢 也是这个问题 我就喜欢大魏你知道吗 大魏不出现 我就不结婚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 想跟姐妹讲 婚姻这种东西 差不多就行你知道吗 这个观声灯 闭上眼睛是一样的 只有白天不一样 但是现在那个美容技术 多好啊 今天有人问我说 牧师你为啥一直穿这格子衫呢 我说就是穷呗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有打折便宜 我说 但是我也可以换身西服 对不对 今天有大姐主动说 给我买西服 对吧 你咱得作证啊 所以今天我要穿西服 可能就给大家另外一种感觉了 你懂吧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 想跟姐妹讲 中国讲人靠衣装 马靠什么 安 就是 就是稍微打扮一下 都不会太差的 就是我只是没打扮你知道吗 今天我要打扮一下 这个 有不认识我的 你们说一下我多大岁数 有人正常说帮你除咒 对 今天有人主动说 终身帮我帮我除咒 你知道吗 就是打针子 完了破尿酸啥的 还挺贵的 他说你不用掏钱 终身免费给我打 所以今天亲爱的 听众亲爱的姐妹 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王牧师讲话 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的 那今天这个米甲 他喜欢大魏 其实他一生的痛苦 就从这开始 他哥 约拿丹知道 这个江山呢 虽然暂时在我们家 但是将来是谁的呀 将来会是大魏的 那这是 这个事 米甲怎么样 米甲很有可能 他不知道 那米甲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做了错的决定 因为大魏 跟他爹是对立的 一个是要被废掉的王 一个是要 兴起来的王 那他夹在中间 他的婚姻很有可能 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所以事实也是这样子 他跟大魏 好没好呢 真的很好 过了一小段幸福的日子 但是没有因为 大魏成为了他老公 他爸就对大魏 网开一面 相反 他爸还处处的设计大魏 甚至有一次 想用他的手 来杀大魏 那结果就是 他这个放了大魏 我们圣经熟的 我们以前听过这个 萨尔摩尔吉上 我们都知道 当时扫罗派人 把他的这个家包围了 是这个米甲怎么样 第一米甲给大魏 怎么样通风报信 第二是米甲把大魏放走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 应该讲 这姑娘还是挺善良的 他是对大魏有恩的 但是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婚姻 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牺牲品了 所以他爸 其实坦白的说是为了恶心大魏 你懂吗 就讲真话 大魏一跑了 人又没死嘛 那就不能让他女儿怎么样再嫁 只是因为大魏跑了 那大魏跑了 讲真话 大魏是可以回来的 其实你像中国那些红通 政府也可以玩特赦嘛 就我给红通你 我也可以特赦你 那我我现在 我撒下天罗地网 我要抓大魏 那我也可以发一个告示 大魏你我错了 你无罪 你回来吧 你回来了 自己的女儿婚姻 是不是就幸福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想 那今天大魏得不到特赦 大魏回不来 可是大魏也没死 但是这个扫罗就想恶心大魏 就把他女儿就嫁给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今天 今天他跟那个叫怕铁的人 有没有感情呢 我敢说他跟那个叫怕铁的是没有感情的 为什么呢 当他听说大魏打发人来寄他走的时候 他就义无反顾的走了 那个难过的是谁呀 难过的是怕铁 你知道吗 因为怕铁 他刚当两年驸马 这把那个那个那个屁股没做热乎呢 这个驸马就就当不了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你你会 你会那个 那个那个雪盈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说这个当分手的时候 痛苦的是 那个那个 那个被渣的你知道吗 那个渣男或者渣女才不痛苦呢 因为渣男渣女 谁投入的感情多痛苦呢 哎对了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迷甲 因为还是很喜欢大魏的 我们能看出来 迷甲还是很喜欢大魏的 所以他对这个怕铁是没有 没有感情也不会投入 那怕铁呢 一个一个穷小的 即下成为驸马了 你知道吗 可能在这里面 所以怕铁是圣经说 怕铁是一面走 一面哭 一面走一面哭 所以 这个迷甲的第一段婚姻呢 还算比较幸福 郎才女貌 可是太短了 然后第二段婚姻呢 就是完全没有感情 你有吗 那后来 他有机会重新回到大魏那里的时候 可是今天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当他再回到大魏那时候 已经怎么样 跟从前不一样了 从前大魏是一个小伙 只有一个老婆 现在大魏那边怎么样 已经有六个老婆 所以他再回来 大魏对他 就算还有感情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深了 所以迷甲回到了大魏身边 但是迷甲的这个世界 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痛苦的在里面 那这个痛苦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必须要学习饶恕 这是我常常讲的 哪怕今天王牧师 故意要伤害你 你知道王牧师 故意伤害你 你也受伤了 然后你还要饶恕王牧师 为什么 因为那个痛苦 最后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痛苦 那个仇恨 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痛苦 所以今天 那迷甲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 所以第一 这么多年没跟大魏在一起了 现在回来了 他也未必能见到大魏一面 所以迷甲 所以迷甲后来 其实很多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 而且他还没有孩子 然后这个 因为那几个老婆都有孩子了 你们看见了 所以那几个老婆都有孩子了 所以这个迷甲是一个人 然后心中的怨气怎么样 就会变得更重 所以我们今天讲点后面的 等后面到了我就不讲了 所以当大魏把约桂迎进来的时候 那是一件大喜的日子 大魏又唱歌又跳舞 又唱歌又跳舞 然后迷甲没有去参与 迷甲没有 迷甲只是在窗户上往下看 他看见大魏又唱歌又跳舞 而且就有点嗨 把这个肚脐露出来了 反而嘲笑大魏 所以因为他嘲笑大魏 换来大魏对他的咒诅 结果就是他终生未遇 没有孩子 所以今天我们看 其实迷甲作为一个公主 他的父亲死了 迷甲作为一个公主 他的哥哥死了 迷甲作为一个公主 他也是有丈夫的 还有两个丈夫 一个呢爱他 他又不爱人家 不在一起 另外一个他跟人家在一起 人家可能已经不爱他了 事实上后来真的就不爱了 后来真的就不爱了 然后又没有孩子 其实他的晚年应该是很惨的 所以今天我们上一个这个案例 是医师博社 他就是怕 他就是怕 我们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迷甲 就是第一个叫不清醒 第二个叫不宽容 第一个叫不清醒 第二个叫不宽容 所以当他在年轻的时候 当他在拾偶的时候 他去找这个以色列 除大卫以外 任何一个人 他的婚姻都会很幸福的 所以今天你看 迷甲的姐姐 扫罗曾经有意 想让迷甲的姐姐跟大卫 但是后来人家没跟大卫 然后人家没跟大卫 所以人家反而过得怎么样 很幸福 至少圣经没有记载 那些不好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今天亲爱的 亲爱的姐妹 有一些人你就不能碰 有一些你就不能碰 有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是有价格的 只是那个标签 你看不到 你想要大卫 很多人也想要大卫 你想要大卫 你能负起这个代价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 弟兄亲爱的姐妹 2023年 是一个推陈出新的一年 有很多新的事物出现 有很多新的人出现 那在很多新的事物 新的人出现的时候 这是一个机遇 但是也是一个挑战 机遇就是你有机会 挑战就是说 你万一选错了 那比以前更痛 更苦 更惨 所以今天 我作为一个 很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能找到另外一个 很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们能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但是今天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原来是村里的 读了书了 长了本事了 觉得村里的看不上了 老想看华尔街的人 华尔街的人 他不会看你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就好像为什么我来美国 一晃又是三年了 可是我并没有在美国特别多的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 在美国现在这个环境 能让我做的地方并不太多 让我做的并不太多 但是在中国有很多的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即便我人不在中国 我都可以在中国去服事 所以你懂我说一次吗 其实选择你的事业和选择你的伴侣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兄妹 神会祝福我们 可是神也把选择的权利给了我们 在最开始医链园里面 两棵树 生命树 随便吃 三棵树就放在那 但是呢 人就是这样子 生命树随便吃 哎呀不爽 是要吃点没吃过的 这一吃就坏了 整个人类的痛苦 不就从那开始了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 今天摆在我面前有很多的事 摆在我面前有很多的机会 摆在我面前有很多人 我选择哪个人 我选择哪个事 我选择什么 一路要走下去 所以我自己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我们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叫威贬 你们知道2015年我来美国 没多久我就认识她 不是认识她 我那群里一百多人了 当然有些人没见过面 到现在没见过面 但是见过面的又二三四人 但是对吧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她呢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祷告中 神给我很清楚的感动 很清楚的带领 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叫詹妮 那个更绝 第一次见面我就跟她讲 你是上帝给我的同工 你哪也别去 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所以今天 我们看起来好像单向选择 我选择了VVN 看起来好像单向我选择詹妮 但是事业是他们怎么样 选择我 而且现在我们在美国 虽然人不多 但是我们做的怎么样 很好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成了 没有不成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 在中国也是一样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们在发展你们的事业 你们需要搭建团队 你们搭建团队 你们千万不要说 这个人很能干 我就把他拉到你团队里 这个人很能干 但是你驾驭不了 你把他拉到你团队里面 他会把你团队搞得稀巴烂 所以今天我会三四五三个月 我会给所有搭建团队的这些领导们 我给你团队整体做一个专家诊 出一个专家诊 我把你团队做梳理一下 那我给你团队梳理一下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要鼓励姐妹 这个米家本来是一个 有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个人 米家非常好的未来 因为他姐就很好 所以他不会差的 但是米家因为他选择了大卫 后面的人生又没有及时去调整 他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跟你讲真话 那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他爸把他给另外一个男的时候 他就不从 他爸也不会杀了他 你懂我的意思吗 第二件事情 那他跟了这个男的 中国话讲这个 嫁鸡随其嫁狗随狗 所以当大卫再来派人来的时候 就跟大卫说对不起 我已经结婚我不去了 你懂吗 所以什么前男友全你有啊 分了就分了 哪有前男友全你有 网上不是流行的一个题吗 分手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分手做朋友的 提出分手做朋友全是渣 然后你答应他就是被渣 对不对 前男友就是前男友 不是 前男友就啥都不是 什么前男友就是前男友 我说错了 就像我们教会的人 你走了就是走了 你走了还联系什么呀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但是王牧师是不爱 你懂吗 你回来我还爱你 但是王牧师不爱 是因为王牧师里面有神的同志们 但是你里面没有神 前男友回来再找你 你说 哎呀 真的谢谢你还想着我 但是呢 我心有所属 即便你单身 你也要心有所属啊 你为什么 你把心给上帝了 阿门嘛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坚决反对 是这个跟前男友 跟前女友在连续 我告诉你 亲爱的兄弟们 亲爱的兄弟妹 天涯何处无方哨 打字方便打字 好马不吃了会多早 大脸上 天涯何处无方哨 所以今天 yes exactly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这两天我就在祷告 我说 这段圣经挺难讲的 但这段圣经我还真的讲 因为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真缺这一刻 这个世界最不缺那些 讲大道理的人 大道理 谁都可以讲 不犯毛病 讲这些很具体的 反而容易张三不高兴 李斯不喜欢 但是今天 我不怕你不高兴 我不怕你不喜欢 我今天就想说 在我们教会 你再跟我讲故事 你不要跟我讲 牧师那是我前男友 不是 你再跟我讲牧师 那是我前女友 在我们教会 没有前男友 没有前女友 要么是男友 要么是女友 没有前男友 没有前女友 钱都过去了 钱都过去了 让他们活在过去吧 我们活在现在 并且对将来怎么样 有盼望 所以今天 大卫说 来接这个迷甲了 我告诉你 我如果是迷甲 在那个男权世代里面 我自己没权力 我福毒自尽 你懂吧 我吃药 我也不见你大卫 因为讲真话 大卫 你已经有那么多老婆了 你把我要回来 某种意见 只是满足你的变态的心灵 你懂吗 你懂我说 你懂我说 讲真话 大卫在这件事 做的是很不对的 你懂吧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说 我想说 第一 我没有那么多老婆了 我只是举例子 我要是有那么多老婆 前面那些离婚的 我也不把他们喊过来了 你懂我说 这个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伤害 那你想大卫 把他留在身边 大卫也不爽了 你想想那些妇女 跟着大卫一起跳舞 但是米亚怎么样 米亚觉得 妈这些都是普通老娘们 都农村的 你知道吗 我是扫罗的女儿 我不可能跟你们玩这个 你懂吧 大家 没错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很领巴 你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亲爱的姐妹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为什么我不给我们 教会同工名分呢 你说我们现在 大家正干一个事呢 那威贵能干吗 因为是长老 你知道吗 是我给他的名号 坏了他了 你知道吗 那一天有一帮佛教徒在一起 完了一听说 威贵跟我这么多年 所以你怎么不给你 这个名分呢 我说给给给 现在就给 这叫二师母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要名分干嘛呀 今天我们要自由啊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 两者皆可保 所以今天 为情所困的人 最后必然为情所害 今天为情所困的人 最后也必然为情所害 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搞一个裸卷 你账上 你微信 你支付帮 你一样账户 你有多少钱 你全给我捐出来 我们不为情所困 我们也不为情所困 我们要的是身体跟心灵的自由 我们要的是身体跟心的自由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就讲迷甲 我在看迷甲的时候 我真的是为他惋惜 真的就是中国话讲 一手好牌 最后打的西兰 一手好牌最后打的西兰 从最开始 他如果不选择跟大卫 啥事没有 跟他姐一样 过一个很正常的上流社会的生活 如果一开始 跟大卫也没关系 那就至此不渝 大卫逃跑我也跟着大卫逃跑 那你想想 当那个喜格拉的时候 就是那个怎么想 就是说 那个他们这个老巢被端的时候 那些人的老婆孩子被掠走了 那也就是说 跟着大卫的人 都是带着老婆 带着孩子跟着大卫的 为什么大卫自己的老婆 不跟着大卫呢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地区 亲爱的姐妹 所以亲爱的地区 亲爱的姐妹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想 就是他 他这一路 几个关键点 有一个做对了 都不会有后面痛苦 所以他又选择留在 留在王公做叔父的生活 那你就想圣经里有一个人 叫马可 就是马可飞的作者 那他就是个富二代 当时他也信主了 他也很有热情 看到教会复营 他也跟着保罗去传道去了 但是跟着保罗走廊 他就发现他苦了 马上又回去了 所以 所以这个保罗 后来写信就 这个就就讲了 新华二义的人 不要指望走到什么 就是 这个世界没有容易的 你懂吗 所以 那你要跟着大卫 肯定要吃苦 那既然是夫妻 就得怎么样 同甘共苦 你就跟着 也没毛病了 一直跟着大卫身边 对吧 辅佐大卫 这个也没问题 那他又选择留在 留在王公里面 过他的生活 然后 那他爸爸 也可能是心疼女儿 觉得一个女儿这么年轻 就寡妇 也可能是恶心 大卫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把他给就在家 所以今天你把这个故事 从头到尾捋一遍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一讲 虽然 有人会跟我说 牧师啊 那个时候女人没有权利 那个时候女人没有自由 那女人不可以自作决定 但是吃药死总该会吧 隔腕自尽总该会吧 这个那个 悬梁自尽总该会吧 所以今天讲真话 你要以死相逼 他爸也不可能就逼着他 你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跟你讲 所有失败的时候 你把责任推给别人 你只是 个loser 你是个弱 懦夫 你是个失败者 你是个失败者 你是个懦夫 今天我们必须 对我们人生失败负责 我们必须去给我们人生的失败 怎么样 买单 所以今天 迷甲已经死了 但是我要 我要把迷甲的这个case拿过来 跟弟兄姐妹讲 今天 如果你觉得你认真很失败 如果你觉得你婚姻很失败 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事业很失败 如果你觉得你信仰也很失败 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就在这 我们整理整理 我们整理整理 我们去想 我们是怎么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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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选择事业 选择配偶 选择事业的合作伙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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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上 每一个选择都对未来至关重要 都对未来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 爱一个人 包括配偶 我爱一个人包括同工 我都是毫无保留的去爱 但是我一旦 首先我前面尽量我不 我不我不把拉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风格 我不拉人来 我不拉人来 因为我拉来 我要对你负责的 我不拉你 我也不用对你负责 第一我不拉人 第二 就算拉来了 当我们关系还没有紧密到 不离不弃的时候 我发现任何问题 我会及时怎么样 及时止损 我会 我会请他们 请他们出去 我会请他们出去 我在几天前 我就问红雷一件事情 我说红雷啊 我说2017年 我回到中国 我把这个亚南劝退 我把口口劝退 请你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红雷脱口而出 牧师做的对 所以今天 我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去想想 如果我们当时 碍于面子 或者碍于什么原因 我们把教堂留着 我们把这两个人留着 我们教会会被这个错的军托死的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拿工资的人 我们没有需要付的房租 我们教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培养各地的同工上 我们把所有的资源放在那些能爱主 能传分的身上 才有今天教会的复兴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我们的弟兄 我鼓励我们的姐妹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一个一个的跟你们谈 你们的人生 帮你们复盘 我愿意一个一个帮 陪你们谈 帮你们复盘 把我们人生 这些年我们梳理一下 前面的已经错了 改不了 但是没关系 你记住了 我们所有的债 耶稣替我们付了 后面还有一段路 那你怎么走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 我们要寻求神 跟我智慧的往前面走 我想从感恩节 圣诞节 元旦春节 这三四个月 线上的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以作证 我已经帮你们 我应该这么讲 陪你们 在你们人生重大的决定上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对吧 有很多人已经经历了断舍力 有些经历断舍力 有些东西不是好和坏的问题 有些东西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好不合适也给他扔掉吧 好不合适也给他扔掉 所以今天 我有太多话要讲 最近我也很神奇 最近我接了好几个婚恋辅导 有是正谈恋爱的 有是已经结婚有一段时间的 有一些 我就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让他们守住这个婚姻 有一些 我直接跟他们讲 赶紧按照分手去处理 我现在手机里就能至少找出两个人 给我报喜信 我分手了 我现在手机就有两个 我分手了 我现在就拿出来给你们看 现在讲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分手是对的 分手是对的 所以今天你离开一些不对的人 你才能开始你正确的人生 你碍于某种原因 担心未来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然后明明知道不合适 还要硬在一起的 最后你会发现只能更痛苦 所以今天中华奖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2023年年初 我们拿起手中的刀 啪啪啪 几个该切掉的 我们一点不刻意把它切掉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靠着主往前面走 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会被祝福的 我们的婚姻被祝福 我们的婚姻不被祝福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一个不对的人好战着我们 另外一个 一个错误观念控制着我们 只要今天我们把观念打开 我们把不对的人 这个拈走 我们重新恢复自由身和自由心 我们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婚姻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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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这里面 我想祝福我们教会所有单身的 和所有在一个关系中 我不讲婚姻 在一个关系中 但是不爽的 不满的 我祝福你们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能做什么 但是我愿意祝福你们 愿神亲自引导你们 让你们的观念更新 让你们的关系 可以得到重建 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 幸福的婚姻 而不像米甲这样 七叔拿着一手好牌 七末 最后孤苦 这个一生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 我们先关系讲到这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哦 god 感谢观看